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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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李宗盛 就做一些哲学沙龙 心理沙龙 这样子的名义来做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沙龙当中 我们不是传播佛教 如果有人愿意学佛了 可以让他学佛 可以传播佛法 如果不愿意不愿意他学佛 他是一个无声论者的话 那没关系的 我们在这个沙龙的成员当中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个里面我们不讲 谁有信仰谁没有信仰 大家都平等的 那我们在这里讲什么呢 我们就讲心灵 心灵的问题怎么解决 空虚怎么解决 不要这么 全球不是说 我往上不是说 全世界这个 最严重的这个 白金主义 不就是说是我们这边吗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似胡同 大家必须要明白 为什么叫似胡同呢 如果过度的去崇拜物质 用物质来 像我们像用物质来满足我的 我的这个虚荣 这个是永远都做不到的 永远做不到 这个全世界的财富 一个人拥有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没办法 这个时候它一定要到 月球上去 要探测什么东西 开发什么东西 然后月球被破坏了 污染了以后呢 然后呢 又到另外一个火星上去 又开发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 这个整个的太阳系 全部毁掉了以后呢 它又向往宇宙 往宇宙的这个 其他方面扩展 是这样子的 这个人的心呢 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办不到的 不要去想去做这件事情 精神的空虚啊 用物质 用命牌的包包 用命牌的衣服 用命表 命表 命车来满足它 这个永远都没有办法的 做不到的 这个想做这件事情 是一个 一个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永远都是不会成功的 一切 思路一条 这个是丝胡同 不要去做这件事 在这个上面 分都一辈子 走的时候 还是不满 还是没有满 还是不满足的 所以心灵 它需要有 它的归宿 它应该有 它自己的生活的领域 它在这个生活领域当中 它应该可以找到一些 它自己需要的东西 肉体 它有它自己的需求 那么它的这个需求 它的这个范围当中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满足它的需求 但是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所有的东西用物质来满足 这个不现实的 机器是可以的 比如说汽车呢 只要有电 有水 有燃料 可以了 满足了它的所有的问题的结局 但是人还有一个东西是精神呢 这个是用物质来满足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个不能这样子 这个 孤独的这样子以后呢 然后把最后把人 整个人都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 然后呢 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然后越来越累 越来越辛苦 最后就是一无所有 就是导致这个问题 环境的污染 然后能源的这些消耗 各方面都是 最后就最后最后都毁掉了 但是呢 自己也就毁掉了 都毁掉 最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路 这个路的尽头是什么 必须要看清楚 这不能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 这时候呢 要就就做一些这样子的这个 哲学沙龙 心灵沙龙 或者是像比如说茶馆 可以做一些这个茶馆里面呢 可以将禅 禅河茶 离来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过去的这些禅师们 喝的茶和的这个境界 我们今天达不到 他们 他们怎么样把禅河茶 连在一起 这个我们搞不清楚的 我们大多数人搞不清楚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 比如说就茶馆 做一些茶馆 就环境比较 让人比较感觉到 比较轻松 自在 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就给大家除了这个茶以外 喝茶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心灵上的 心灵上的 安静 这个很多 这个叫做心灵按摩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我们 佛教徒是最适合做这个了 因为佛教徒 他有这个资源 他有这个资源 无知资源 我们大家都是佛教徒 现在佛教徒 不一定贫穷 以前的佛教徒是 我们昨天说了 说的 现在什么很多很多 各种各行各业的人 都加入到这个 佛教徒的这行业当中 所以现在佛教徒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没有钱 但是呢 他在无知整体来讲 佛教就没有想 西方宗教那么有钱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贫穷 但是精神层面的这个资源 它是非常丰富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富有的 这方面的资源 能源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 我们可以随便 在某一个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或者慈悲性 或者似无量性 处理性 随便哪一个东西 就给大家 就讨论 就够了 就根本就不需要太多东西 所以就是像 茶 还有就是 俗财观 那 哲学沙龙 心灵沙龙 等等 这里面我们不讲佛教 不讲佛教 如果 有些人因为不想学佛 所以不讲 那是讲什么呢 就讲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 将佛教文化 将佛教心理学 将佛教的心灵方面的 这些 不讲信仰 不讲信仰 就讲这些 这样子以后呢 那这个就是 能够解决很多人的 心灵的问题 可以普渡终生 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我们的 这个年轻一代的 这个佛教徒 一定要考虑这些问题 这样子的话呢 同时也可以 可以解决 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然后同时就是 解决很多人的 心灵上的问题 这个是 很重要 这是一个 这是针对不学佛的人 针对根本没有信仰的人 威武主义者 无神论者 什么都没关系 凡是人 威武主义 无神论也是人 人都是有精神 那么威武主义 无神论人的 这个精神也很空虚 那么这个精神 也是会出问题 这个也需要 需要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 可以做一些 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当中 有一部分人 他想 进一步的去学 修 了解 那么 他可以去学佛了 如果他不想进一步 就停留在这个上面 那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心灵 心灵上的一个帮助 也就是说 我们昨天讲的 心灵的慈善 实际上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考虑 这是一个 弗毒终生的一种方法 基督教 就是过去 大家的物质 比较缺乏 拿了打量的这个物质 去做了很多的 这个慈善的 慈善的这个 这个工作 投入到慈善工作 有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伟大的 就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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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利沙 还有就是 这个叫什么 那个博士 叫做 施怀者博士 他们这样子的 非常伟大的人 都出现过 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工作 然后我们现在 可以心灵上 可以做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工作 那么 物质缺乏的这些人 在贫穷 这些贫穷 在哪里呢 就在 偏远的地方 非洲 或者其他的偏远地方 然后 性的贫困族 在哪里呢 就在大都市里面 就在 就在这个 一线城市里面 不在平远的 不在这个 偏远的地方 那我们在 这些城市里面呢 可以做一些 这样子的 这个 这个 一个 撒龙 通过这种方法 来帮助大家的 这个 心灵问题 这个 不将 不将佛教 不将信仰 这样子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是有信仰的 有信仰的 但是呢 他不像修行的 不像修无价行 不像念佛的 那这种人 那么这种人 就是我们昨天讲的 仁天诚 仁天诚 也可以的 我们可以 有时通过 这种方式 就像茶 禅 就是 蔬菜观 还有就是这些 心灵杀龙 又是通过这种方式 并不是用 什么 死缘 这些是 没有办法的 不需要 见死缘 就我们 这种 场合 当中 让他们去 学佛 然后这个前提 我们昨天 讲过了 只要一个 他 相信轮回 相信因果 他为什么 要相信因果呢 就是因为 他要修仁天诚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要相信因果 相信轮回 那么他怎么样 能够相信呢 那他相信的这个 他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呢 那这个 我们 肯定要给他们讲 为什么要相信 为什么有轮回 轮回是怎么 怎么 怎么是真实的东西 因果是 怎么是真实的 怎么是存在的 那个我们 有责任 讲 然后呢 他们可以修 慈悲心 可以修 菩提心 可能暂时不行的 慈悲心 可以修 还有就是 我们 过去 前两年 讲过的 这个 禅丁 他可以修 禅丁 可以修 禅 通过禅 刚才我们讲的那种 没有信仰的 那种人呢 也可以修 禅 就是 既旨的修法 因为 现在很多人 失眠 失眠 然后就是 这个 精神上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很痛苦的 那这些人 不 不学佛 没关系的 不相信佛 也没关系的 但是呢 就是 就因为 心灵上的 这个焦虑 有余 失眠 这些是真实的情况 这个不能不解决 所以 这个方法呢 用通过这个禅 通过禅当中的一部分 禅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这个叫做 生活禅 我们可以叫它为 生活禅 生活禅 这是为什么叫生活呢 它就是一个在生活当中 就是用来 解决 失眠 焦虑 就是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它叫做 叫它为 生活禅 生活禅 跟信仰没有关系 任何一个 有宗教背景 有信仰的人 也可以修 没有信仰的人 这唯物主义者 无神伦者 也可以 也可以修 大家都可以修 那就是让他们修禅 修禅 但是呢 禅 我们自己先好好学啊 然后我自己都不动 让别人修 那就一定会出问题的呀 这个精神上出问题 这个就到时候不好说啊 这个到时候很难 身体上 肉体上 如果就出了一点问题呢 这个 看兵 治一下 可以 但是呢 精神上 它本来就是 就是有精神上问题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错误的引导 更加的有问题了 这样子就到时候 不好说啊 所以呢 我们先学 学好了以后呢 让这些人啊 修餐丁 修餐丁 这样子以后呢 我想很多人 会慢慢的学佛的啊 但是最终的 我们的目的 不是让他们学佛啊 真的不是让他们学佛 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人的 这个心 解决他们的心灵的痛苦 这是我们的目的啊 但是如果 他这个 最后学佛了呢 那就是一举两得 那当然也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我们 不强求他学佛 他自己想学 也可以的啊 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 这种 人天成啊 人天成 弘扬人天成 不需要私愿啊 不需要这个佛像 需要什么呢 需要政治正洁 需要知灰 需要知灰 需要一个 适当的这个 场所 这个场所就不一定是私愿啊 不一定是私愿 我们过去的这些 昨天我们也讲过了 这些啊 佛教的思乡 佛教的知灰 都来自于私愿啊 但是呢 私愿我们母前啊 至少 至少母前啊 私愿 没有办法给我们满足啊 这样子的 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啊 这样子的方法啊 但是我们 私愿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这样子的 能给我们提供这样方法 一直都登登登 这个登到什么时候 这不好说了啊 所以呢 我们是 这是一个很需要的啊 所以呢 首先这样子 大家啊 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啊 解决啊 很多人的这个心灵问题 帮助大家啊 解决这个抑郁症啊 焦虑症 孤独症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些啊 这些精神上的这些疾病啊 通过佛法的方法来解决 那是非常非常好 很多的心理学的老师 稍微懂一点佛法的人 也都在说啊 佛教的方法其实是最好的啊 然后我们也就故意的去研究 或者是学习了很多的这心理学的啊 书 然后他们讲的啊 他们讲的任何一个方法都没有超过佛教的啊 这些方法啊 还很多绝大多数都还没有这么深啊 没有这么高 没有这么深 都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 嗯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有啊 非常非常好的药啊 这个药物这方面的这个能啊 资源非常丰富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很多人生病了啊 很多人生病啊 然后我们根本就不管 这个药都放在这 不管不不管的话 那这个合不合理呢 这个不合理啊 啊 这个不合理 所以呢 这个资源啊 这个资源应该给大家分享啊 这个分享不是学了佛的人才可以可以可以有全力啊 相啊 相受 而且不学佛的人 或者是学其他宗教的都没关系的啊 这个可以弘扬 让大家 给大家分享啊 这个特别重要 这是我们的资源啊 我们的今生的资源啊 今生上的资源 然后第二个啊 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 那以沙龙的心事 以蔬菜观啊 以这个叉观这样子的心事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我们不是传教 我们不是 这个的目的不是传教 我们不传教 我们就讲 讲 讲佛教心理啊 佛教的心理学 嗯 就是这样 大作修禅啊 调节这个今生上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啊 是佛教的一部分了啊 第二个是佛教的一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啊 仁天诚啊 仁天诚啊 我们很多的有钱人啊 或者是年轻人啊 大家都可以学这个啊 然后这个呢 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枯燥的啊 我们认为是很枯燥的这些功课啊 吴嘉欣啊 磕头啊 也没有啊 然后呢 这个当中呢 他们可以学一些佛教的这个知会 那佛教的知会啊 然后也可以学一些佛教的这个 佛教的音乐 佛教的这个啊 画画啊 等等 佛教里面有很多文化呀 如果他们感兴趣 可以学一些这些啊 不学也没关系的 只要相信因果 相信轮回 然后呢啊 修禅啊 修慈悲啊 修慈悲心 嗯 然后就是修这些啊 修餐厅啊 那平时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 啊 尽量的心善啊 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 那就是去啊 做啊 这些爱心活动啊 积极的参与爱心活动啊 这样子以后呢 那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 就是心灵上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问题 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是心灵问题啊 还有物质问题 也是还有很多人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积极的这个残余啊 残余到啊 这个当这个爱心啊 当中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这样子以后呢 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可以感觉到很心腹的啊 钱 如果我们啊 希望金钱 让我一辈子都心服的话 那么没有钱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点点钱 赚到一点钱的时候 有安全感会 他会让我们给带来一些心腹感啊 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然后他必须要把这些钱啊 赚来的钱要给予啊 这个时候在这个之前呢 我自己赚到钱就会高兴的啊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然后我把这些钱卷了 然后我会高兴 我会幸福的啊 如果不卷一直放在这里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钱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啊 不会带来幸福 这时候卷出去了以后才会有幸福感的 所以有钱的人呢 他们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 今天我们就不说土豪了 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的经营啊 就很多人可以可以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啊 这样子更有意思了啊 这样子以后呢啊 他可以同时可以自己啊 这些物质财富不断的让他有幸福感啊 而且他可以啊 把这个可以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范围当中啊 我想是一个金字塔一样啊 金字塔一样 这个整个学佛的人 就像金字塔就一样 真正的 这个修大乘佛教的人呢 可能是金字塔上面的顶端的一部分啊 然后呢 绝大多数的人呢 就是这个人天佛教的是金字塔下面最大的这一款啊 但是呢 我们之前啊 就抓住这个金字塔最定见的这一款啊 其他的我们都没有惯啊 过去是这样子 过去因为我们佛教的历史上 因为那个时候呢 相对来说啊 古代的人啊 都是根基比较成熟的 他们的对物质的需求啊 还有这种欲望 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惨况啊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定点的啊 让他们去修处理性啊 菩提性 这样子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的啊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少部分人可以这样子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呢 还是啊 比较适合这个 比较适合这个啊 人天成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他在这个呃呃 一方面呢 他也有一个信仰了 有了信仰以后呢 他也遭到了一个心灵的归宿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他有一定的这个物质的财富 这个物质的财富啊 也就可以开始回报社会啊 然后呢 在这个社会上也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他的精神 他的物质都变成有意义的 这个有什么不好呢 非常好的啊 所以我们啊 要就就有些时候呢 我们佛教徒啊 去看一些 可以去经营一些这样子的场所 这个不需要私园啊 这个不需要闭关中心 这个很简单的 就蔬菜馆呢 什么茶馆呢 都是可以是这样子啊 大家或者是在自己家里 也是可以的啊 在家里也是可以的啊 五个人 七个人 八个人 十个人 在家里啊 星期六星期天 这样子的时候 大家聚会啊 就讲啊 这个 是善啊 是不善啊 尽量的做善啊 心善 那心善啊 心善 善是什么呢 善 我们一直都认为 烧香拜佛 善念阿弥陀佛 才是善 其他的不是善 这个不是 修炉 补桥 建学校 建死 建遗员 到遗员去 这个做医工 当志愿者 等等 这都是善 然后他们呢 就比较适合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就去做这些事情 就做人天佛教的 然后 最最最最后的一部分 才是真正的 修五家性的 修四家性 修五家性 真正的这个走上 解脱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 佛教里面的精英 这就是我们佛教的精英 那他是这个金字塔 最最最最最上端的 那他们可以发菩提心 发出离心 修空心 那然后呢 这个才是真正的 我们这个 在家人的 学佛的团体当中的 真正的精英 他们呢 以后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在心灵方面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是充分的 发挥了这个佛教 他的引诱的作用 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服务人类 服务社会 就这么简单 他是不是我们要 就发挥他的 全部的作用 然后我们要去 就要做什么什么 通知什么 移教徒 不是佛教 从来不助长这些的 佛教的 他的他的他的 他的目的 就是更好的 帮助别人 更好的这个服务 所有的生命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这样子 而佛教他自己的话来讲 就叫做普渡众生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可以全方位的 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 这个我们 今天佛教徒的一个 大家都应该去做的 应该去做的事情 这个大家 希望大家考虑一下 参考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做 这些事情 这个是更好的 这个为 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 更好的为大众服务 更好的为全人类 为全生命服务 更好的 满足佛陀 佛菩萨的这个 对我们的这种期望 这是佛教徒 每一个佛教徒 有这个责任 佛教每一个佛教徒 都有这个责任 义务 然后呢 我们最后 就是真正的这个文思 真正的文思 佛教的核心所在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大乘佛教 菩提心 处理心 空心 就这三个 这是真正的这个核心 然后呢 这些东西 我们比如说 这个心灵方面的 还有就是对这个 非佛教徒 不学佛法的人 还有就是针对这个 学佛法 但是呢 不想学解脱的人 这方面我们可以 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 如果只有这些 只有这些 然后没有 比如说我们所有人 都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有我们不去学 不去学出力心 菩提心 不学无补大伦 不学密法 这些搞神的东西 生熬的东西 我们都不学 都放弃了 大家都去做这些 物质慈善 心灵慈善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 那就是我们 煎芝麻的时候呢 实际上丢了西瓜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真正的 这个佛教的核心 就就没有了 这叫做 果独的世俗化 佛教果独的 所有的寺院都去搞 这些商业化东西 没有任何 就就 就 思缘就是让人 非常的死亡 绝亡 很多我们 社会上的一些 年轻人 就是8090后的 然后心里空虚的时候呢 他们以为 思缘可以帮助到他们 思缘里面 他可以找到一些 精神的营养 然后进去了以后呢 什么都没有的 到处都要给钱给钱 要给很多很多的钱 回来的时候 精神恐了 钱包也恐了 就是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 对最后就是 对这个思缘 也没有任何信息 当然没有信息呢 为什么要 我要相信你呢 为什么要崇拜呢 这个没有理由的 所以我们今天 很多的这些大思缘呢 就不是这样子吗 这是 这是国独的 世俗化 思缘国独的 世俗化 这叫做 思缘国独的 世俗化 然后佛教兔 国独的 世俗化 是什么样子呢 佛教兔 我们自己有 争执争检 由文思绣 在这个基础上 去做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为社会服务的 这些事情 那是非常非常 圆满的 非常好的 但是呢 我们 自动的去做 开蔬菜馆 然后呢 开茶馆 然后没有 没有文思修行 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的真正的 所有佛教徒 世俗化了 佛教徒 世俗化 世源世俗化 这样子以后呢 最后就没有佛教 最后就没有佛教了 最后会到 这样子的地步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在佛教里面的精英 那就还是要这个 着重真正的这个 文思修行 就要去学 五不大论 五不大论 学起来 比较 复杂 比较复杂 但是呢 这些所有的内容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学的时候 我们不懂 学进取了以后呢 学进取了以后呢 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学了以后呢 如果我们自己不用的话呢 那么任何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我们不用的话 都没有意义的 但是呢 这个 我们这些五不大论当中的 任何一个事情呢 如果只要我们自己去用的话 它不但是一个理论 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工作 都有关系的 都有关系 都可以涌到生活上当中 都可以涌到这个生活工作当中 都涌得上的 但是呢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理论 一个这个文字游戏来玩 那就当然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游泳的 实际上是游泳的 那我们很 这个能够学的 就能够学 有这个时间 原意的人 还是要去学五不大论 然后五不大论学完了以后呢 进一步的去学 密法 然后五不大论当中的 真正的最深 最深的就是中观 自空中观 踏空中观 然后呢 这个中观的真正的核心 它的真正的核心的部分呢 就在密法里面 就从密法里面呢 才能够找到它的真正的核心 像中观它自己的这个 它自己的这些书籍当中 理论当中 要找到它的核心是比较难的 所以呢 在高一个层次去抓住它的这个核心 那这个就是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呢 要学谜 学谜法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自己找到真正的这个出路 然后学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去思考 这个我们有一个比较搞短的 学佛的这个 这样子的这个 学佛的团体 也有个搞短的学佛团体 我们今天我讲的就是 就三种啊 第一个就是心灵方面的 这个还不 还不一定是佛教徒 第二个就是 虽然是佛教徒 但是呢 不是最高短的 就是这个金字塔最低层的 这群人 也就是 这个仁天城 然后呢 搞短的这个学佛 搞短的学佛的团体呢 那就是自己家里也可以学啊 不一定到寺院去学 自己的甲里啊 可以去学啊 家庭成员啊 或者是有几个亲戚朋友啊 居在啊 就某一个人的甲里 然后呢 在家里啊 讨论这个佛教的五部大伦啊 然后就在家里啊 可以 可以搭坐啊 可以搭坐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啊 二十个五个这样子的这个 佛教徒啊 住一间啊 房子啊 住一间房子 然后呢 把它相对 说把它装修为 比较有 有这个佛教意义的 这样子的这个装修啊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去 搭坐 可以啊 这个里面不去 不不去搞啊 什么太多的这些啊 这些太夸张的这些活动啊 不能不能搞啊 但是呢 几个人在这个里面 大家讨论佛法啊 大家学习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所以就这种方法就解决了我们的这个需求啊 虽然是这个十元啊 不给我们提供这样子的这个 也也也没有办法提供啊 但是呢啊 这种方法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需求啊 搞端的这个佛教的啊 学习啊 学习小足啊 搞端的这个学习小足啊 禅修版啊 这样子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学五不大伦 学弥法 然后呢 可以公秀啊 可以公秀 公秀啊 这方面呢 禅宗啊 因为它的历史 有上千年的历史啊 然后他们的经验 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很好的啊 但是呢 现在我们遗憾的 就是这些禅宗的啊 老的禅师们 非常德高亡中的这些啊 真正有智慧 真正楷无的这些禅师啊 都已经不躲了 那都不躲了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生下的年轻人当中 有多少个真正的禅师 这就这个不知道 不好说啊 如果没有找到真正的禅师的话 那就那就不一定 不一定能够真悟 但是呢 他们的这种制度啊 这种制度 这种风气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 可以到啊 这些禅宗的这个 寺院啊 当中去比如说 节假日的时候啊 七天呢 三天呢 五天呢 都可以的 去大座闭关 专门的大座 专门大座 然后平时啊 就这个双修 惹着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聚在一个地方啊 啊 这个不做什么很夸张的 掌揚的这些活动 只是大家就坐在一起 讨论佛法啊 大家学习啊 然后呢 搭着啊 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比较 搞端的啊 一个佛教的这个禅修办啊 或者是佛教的一个 学习的小组啊 那这样子就很好了 我们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可以就 每一个人在这个佛教啊 里面照到自己的心灵的归属啊 集集这个啊 初级的中级的啊 搞级的啊 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啊 每一个人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智慧当中啊 啊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啊 一个方法啊 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心灵的问题啊 这样子以后呢 从此以后啊 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啊 更加的幸福快乐啊 不但是幸福快乐 而且啊 更加的有意义 更加的有意义 让我们每一个人啊 每一个人都这么这个啊 生命啊 都变得有意义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个家庭也一定会和睦的啊 然后每一个家庭这么和睦的话 那么社会就不不可能不和谐了啊 就是这样子以后呢 真正达到了佛陀的啊 要求佛陀的理想啊 释迦牟尼佛的理想是什么呢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理想 就是通过佛陀的教育啊 让每一个人的啊 感受到啊 心灵的这种啊 平静啊 灵静啊 心服 自由啊 这个就是佛陀的啊 呃 目的 然后通过这个 然后慢慢慢慢 我们可以走上一个更高一层的啊 然后就收了处理心啊 菩提心最后就走上解脱道路啊 这样子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 希望大家啊 考虑一下我们啊 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啊 落实啊 怎么样去做啊 怎么样去做这个道理 我想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啊 但是我们不去做啊 那就是永远都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啊 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啊 我们通过我们一个佛教徒的 这个力量来啊 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的 这个心灵的痛苦啊 这个今天我们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因为正好这个社会啊 人类就是物质固 这个啊 空前的发展的 同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就发生了 是什么呢 精神极度的啊 空虚 然后空虚了以后呢 然后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啊 疾病 嗯 非常的严重啊 非常的严重 像抑郁症啊 世界卫生组织啊 经告人类 说这个21世纪的三大疾病啊 第一个是癌症啊 第二个就是癌滋病啊 第三个就是抑郁症啊 第三个就是抑郁症啊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说啊 自杀啊 就会将来啊 不救的将来 自杀就成为人类的这个 第三大死因 第三大死因 嗯 然后自杀的啊 啊 霸成啊 都是因为抑郁症啊 不是因为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温饱问题解决啊 当我们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我们的精神是非常充实的啊 为什么呢 总是有一个希望啊 我们都觉得我努力的话 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发财的啊 发财的时候呢 这个钱一定让我心服的啊 就是总是有一个希望啊 有一个 有一个我生存的利用啊 我为什么要生存呢 就是我要去赚钱呢 赚了钱以后呢 我们全家人都会相互呀 所以我要生存呢 但是有了钱以后呢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了啊 这个之前都一直都有一个蒙啊 这蒙就做完了啊 然后呢 然后下一个蒙是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 就就很啊 就像这个 像西方哲学家说的一样 这个渔王 当他没有满足的时候呢 很痛苦的啊 满足了以后呢 很无聊的啊 这个说的对啊 这是哲学家说的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哲学家 也在这个心灵的 这个标面的这个层面上啊 他们也是比较了解的 当然像佛陀的这样子的 这个圣层次的精神的 这个问题 他是没有办法解决 他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样解决 他也不了解 但是呢 一些标面化的东西呢 他们也是比较 比较 明白的 所以他说的是对的 实际上佛陀也一直都在这么 这么这么讲 所以呢 我们 那个时候是比较充实的 有目标的 然后没有目标了以后呢 然后就开始 开始 就空虚无聊 然后脚驴 就不幸福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个 输道 需要有个引导 这个时候呢 让他们做另外一个梦 这个梦呢 就是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 更高端的梦 原来的梦也是一种梦想 但是呢 这个梦呢 有一天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又立即就变得很无聊了 但是这种梦呢 虽然也是梦 但是呢 它是一个比较搞端的梦 这个是永远都做不完的梦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去接 这个 去需求接头 这个特别好 这个特别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 我们佛教徒的 这个衣物 这个部分 男女老少 这个不一定是要出家 我们现在 很多的时候呢 学佛的时候 我们 我昨天说 这个很多人 把有些像学佛的人 就瞎跑了 是什么样子呢 就懂不懂就说要出家了 然后呢 像这样子的社会当中啊 就谁想出家呀 就没有人想出家了 如果学佛和出家 等同 那没有人 没有人愿意学佛 然后就吃俗呀 放下一切呀 什么等等 所以这些 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有一个 这个前面的这个梦 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再给他一个 另外一个梦 继续做 这样子以后呢 他自己的 今生上啊 找到了一种 一种这个归属 然后就开始比较充实了 所以从此以后呢 今生 他也不会这么空虚 他不空虚的时候呢 他不会去追求这些 奢侈品 今生不空虚的时候啊 就不会去追求奢侈品 然后没有人去追求 奢侈品的时候呢 然后人才能够 慢慢地静得下来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节奏 可以稍微可以慢一点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对现实 对未来 对今生 对赖时 对解脱 对现实 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这个我们希望 每一个佛教徒 都能做得到 希望每一个佛教徒 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 然后进一步地去思考 怎么样去落实 怎么样去落实 这个很重要 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呢 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这个课 就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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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点一盏咬石灯 尽情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就是佛意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是你需要了悟的了 因此 了悟它 对此你就不再有疑惑 法性的自信 无法透过名称或书写而捕捉 因此超越了概念作意的限制 这个指导既无经典 也无文字 没有需要分辨的复杂细节 一旦你能了解这一点 你是否聪明 或有无知识都无关紧要 它并非是靠博学多文 你应该安住在这样的了物上 这也是伟大的经教传承 它将确立听闻与思维的整个范畴 这也是能让你在这一生 在你离开这个身躯之前 觉醒证悟的教言 因此要好好修持 尽管如此 你们女众在有人解说她时 不能了解 在有人视线她时 无法看见 在有人说明她时 又不聆听 而且你们无法保守秘密 却又坚持要求更多的教导 佛法不在你们的心中 你们却又昂首阔步 仿佛心中有法 这个针对像你们这样女众的教导 几乎不可能成功 所以别再自欺了 而是必须全神贯注在自己的羞耻上 学卡的金刚狐女接着问道 大师 请您垂听 请为像我这样性情拙劣 无法精进羞耻的女子 赐予虽然怠惰 但仍能觉醒证悟的教言 连时开示 法性的自信 原本集在你的心中 因此是可以怠惰的 法性真实自信的意义是什么 它是本然即在 无拘无束的明彻决性 不需要往他处去寻觅 当你了悟这个平等心 是本自即有 用无止息时 就可以怠惰 由于每一种感知的显现 都是此心觉知自信的表现 不论由什么念来去 他都有法性的自信升起 又消融回法性的自信 因此 初始觉醒是永无止息的 这个要了悟的自信 不是要去修持或成就的某个东西 所以是可以怠惰的 在法性的如是自信中 完全无可修持也无可成就 从一开始 你就自然拥有它 它一直就在 在法性的自信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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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